81岁老人出门散步 竟意外身亡 他们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事故也在他们身上频频发生 事故的背后隐藏了多少心酸无奈和悲欢离合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撞倒老人 老人经抢救无效身亡 因犯交通肇事罪 外卖小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受害方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赔偿 事故的背后 该由谁来担责 这是家住广西壮族子之区来宾市的罗先生 2021年10月21日傍晚七时区 正在家中吃晚饭的罗先生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短短一分钟不到的通话 却让罗先生后脊发凉 送去医院抢救的 正是罗先生81岁高龄的老父亲 就在事发半小时前 罗先生还和老父亲有说有笑地在家里吃饭 可是就一眨眼的时间 他的父亲却进入了抢救室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 当天晚上跟我吃晚饭 他就下来 回去 我还没有吃晚饭 小姐就打电话给我了 罗先生说 平日里父亲一直是在他们家吃饭 晚饭过后 父亲就会散步回到距离罗先生家不远的老屋 事发当天 父亲和往常一样散步回自己的住处 就在途中 老父亲发生了事故 天黑了 而且那条路 又路灯又蒙 而且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树比较大一点 树大了可能又开出那个路灯 下面又更暗 刚好就在那个地方 除了事 一段老人每天的必经之路 却成为老人人生途中的最后一程路 那么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为此 记者跟随罗先生 重走了老人事故前的这段路程 他老人走多慢 可能 可能碰到一点什么人 说一点话 可能 二十五分钟左右都要 二十六啊 因为晚上呢 到七八点以后 这里都是人散步的地方 上去要横过去就到了 就这样过去的吧 路渡是这样的 从这里 散步的时候 比如说人家喝水 有些是直接丢奶 他就会捡起来 要个塑料袋装 给回去放那里 放那里 酒了 就卖给人家 他在这里往这里过去了 他车子在这边 自己我也不很清楚了 因为他来的时候 他两边都封 我来的时候 车还在路上 我去的是在 那个卫视 中间那个卫视 经过医生诊断 罗先生父亲 双侧额顶涅部 硬磨下血肿 双侧额涅涅 脑干多发脑挫裂伤 入院后经抢救无效 于2021年11月1日死亡 这个头颅是泪开的嘛 就想救了11天 这样 一死在ICU 一死在ICU里面 本来都好好的 突然少了一个人 开车很快的 你可以在来宾转一下 很快的 到处转的 防不正防的 事故发生后 来宾社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 一大队认定 肇事司机朱某 为投保交抢血 使用套牌车辆 无证无牌 持C1证驾驶 超速行驶 认定其在事故中 过错较大 应承担主要责任 被害人罗先生父亲 过错较小 应承担次要责任 那么事发当天 老人究竟是怎么 被朱某撞到的 那个老人呢 晚上七点过程 那个位置呢 反正也有点偏僻点 然后老人82岁 他是冲过马路 去捡一个矿泉水平 是捡垃圾的 我直载地开到车子 速度不快就碰到他 就是碰到他 这个电单车 那个扶手去碰到他 老人就跌倒了 当时现场是这样子的 那个外面小哥 是从对面 骑车穿过八马线之后 从这里往这个方向 一直到 差不多到交警小区前面 门前 然后与那个 与那个老者发生碰撞 这里可以问吗 老板你好 我们是新兵法院呢 想跟你了解一下 有个情况 就是在21年10月份的时候 这里是发布了一些交通事故 是使那个外卖小哥 上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有印象吗 有这个 见过一下 好像是 见过一下 是吗 好像是 起送外卖的 我知道 好像是在对面 对面是吗 双方都受伤蛮严重的 好像是吧 没有到现场看 你没看 你就在这里看到了 反正有20人拉走 我说这路 下面一点吧 就差这 准备到那个 法马线 差过法马线那里 我记得是 没有上来到这边 还没到这边 2022年7月19日 莱滨市兴滨区人民检察院 以朱某涉嫌交通肇事罪 向莱滨市兴滨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2023年1月17日 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 当时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点 就是他对于他的这个行为 造成了被害者的死亡 其实是看得出 他是回忆很大 在庭上就是痛哭流涕的 给这个原告方 就是家属进行道歉 写了一封道歉信 在庭上去宣读了这个道歉信 态度还是很诚恳 基于灾案的证据材料 我们能够认定 他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并且鉴于他具有自首 并且赔偿了被害人的 不分经济损失的这个情节 法庭综合考量了他的这个情况 何一婷也进行了评议 对他进行了一个重新处罚 2023年3月10日 来宾市兴滨区人民法院 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发生交通事故至一人死亡 负事故主要责任 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人朱某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被害人的家属在庭上的时候 提出了他们民事部分的 这个诉讼请求 要求他赔偿这个 因为被告人的这个过错责任 导致的他的这个亲属 也就是本案被害人死亡 造成了他们的各种损失 如果学习当好 我们就不起诉了 有量起诉 他就不用判情了 原来我跟他说 他说给一万块钱 给量起诉给他 因为我总的医药费 他们追判 你再给我一万 连医药费我都不得 对吧 都不够 我也理解他 但是我没办法 我都跟说了 我说你没要 你公司要 对不对 你公司有账任 我们当时候在开庭的时候 是把这两个案件 就是一起合并来审理的 但是因为后续 住家 然后他作为一个外卖的起手 他背后的这一层关系 包括我们的平台的监管公司 包括我们的这些派单的公司 里面的法律关系 就会比较复杂 经过法庭调查 最终查实 被告人朱某 是外卖平台的起手 事发当天 朱某驾驶一辆电动摩托车 与老人发生碰撞 最终酿成为局 他们的逆行这样拐弯过来的 有时候你不注意看啊 或者是有时候刹车不及时啊 可能会撞上 灰快了 而且他们都抢时间了 今天回来啊 那个红绿灯还没有变绿 然后就直接开过去了 那小子刹过来好吓人 差点就撞 就抓点 抓上去的 这个东西 正在他们的角度 肯定是能理解的 但是站在 行动角度 可能说 有点危险 这方面肯定是有的 但是没办法 破语职业 就是相互理解 对相互理解 对 每个人生活不易嘛 红灯他也不顾料 那么多 就直接想冲过去 那这就存在很大 特别大 我们那个 13日 法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来宾市 新民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 现在开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本庭今天在这里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来宾市 新民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 朱家老涉嫌犯 交通肇事罪 以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 诉被告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鉴于本案的刑事审判部分 已经审理终结 并发生法律效益 本案今天重点审理的是 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 法庭调查 下面进行我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庭调查的环节 由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宣读起诉书 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为罗先生 罗先生母亲 及其两位同胞姐妹 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共有两项 第一项是 请求判决被告人朱家老 办交通肇事 有期徒刑三言 第二是 请求判决被告人朱家老 被告广西车马奔同公司 中国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赔偿原告人 死亡赔偿金 治疗费等经济损失 24万4683.69元 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以上公计 34万4683.69元 各被告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人朱家老 代理人对于刚才原告提出的 这个诉讼请求 以及事实和理由有什么意义 对于这个原告人提出的诉讼请求 第一项已经由贵院做出刑事犯权 不再发表 对于这个第二项请求 因为原告的诉讼中 也已经提到了 是在旅行实务过程中 造成大原准害 应当由用人单位 被告赤马奔腾公司 承担用人处体资格的责任 应当由赤马奔腾公司 健健回复 对于原告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人电子商务公司认为 原告人诉许请的赔偿数额过高 根据这个责任分担的问题的话 我们认为原告这边提出了一个 百分之九十的责任 这个过错责任的分担 我们认为过高 应当按照三期开 百分之三十七十 第二 我们认为赤马奔腾公司 并不是本案的事告 事格的被告 首先 赤马奔腾公司 以租资格之间 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或者是劳务关系 第三个答案意见 赤马奔腾公司 已经为朱家瑶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 雇主责任险 朱家瑶在履行 承揽工作过程中 所发生的事故行为 依法应当由保险公司 进行理赔 由于第三被告人保险公司 和第四被告人秦某 未到庭参与诉讼 法庭依法缺席审判 而参与庭审的 第五被告人维某 和第六被告人于某 则认为 他们只是公司职员 与本案并无关系 赤马奔腾公司 你们与这个 书城公司 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个 综合服务的关系 并不是委托的关系 它提供哪些服务呢 通过寻找筛选 这一个自由职业者 在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 书城 要为我们提供 这个寻找筛选 这个匹配的自由职业者 也就是起手 第二个的话呢 要根据自由职业者的 这个服务的成果 进行一个结算 主要是这两方面 那起手的工作室 是由你们去监督和管理 对吗 我们不负责监督和管理 由书城公司 进行监督和管理 你们知道这个 书城公司 与租建 这类型的起手之间 他们是什么样的 法律关系吗 就是他们是什么关系 根据证据显示 第二被告人 电子商务公司说 朱某事发时 虽然在为该公司 进行外卖配送服务 但是朱某 并不是他们公司的员工 他们之间并无任何关系 因为他是在21年2月27日 就到赛马奔腾公司 注册进行这个 外卖洗手的工作 然后从这些工作室的 鉴定协议 均至在出 工作之后 六个月才进行 鉴定这些工作室 所以刚才我说了 这些协议都是被告 这个赛马奔腾公司 为了规避用工处理责任 而将这个协议交给 出现小先事的 从证据里面 也可以反映的说 对任何一个外卖起手 他打的是美团的名字 招聘进去 招聘进去 我们是美团的进去 我并不知道你底下 有什么小马奔腾 什么鬼工资 但我们不懂 你们只是讲 一层一层的就是 但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知情者 一样不懂 工作了几个月以后 拿这个什么 转报成协议 要求每个外卖员来签 每个外卖员 根本就不懂 你不签 你就不得送外卖 你们如果是已经将这个外卖业务外包出去了 为什么还要去购买这个雇主责任险 并且还列明朱家 作为其公司的雇员 根据策马奔腾公司和 苏城公司的这个服务协议里面 在我们的服务协议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有约定 由我们这一方扣 由我们策马奔腾公司来代扣 自由职业者的这个报酬的一部分 来购买这个 购买这个保险 而且我们购买的 款项的来源 购买这个保险的款项来源 也是朱家的劳动报酬所得 也就是相当于是 朱家的自己投保 而只是以我们策马奔腾公司的名义 代为投保而已 实际上的款项 是由朱家的自己的收入来承担的 通过庭审了解到 被告人朱某事发时年仅29岁 是当地的一家国企的工人 由于平日里生活压力大 朱某便利用休息时间 兼职当了一名外卖骑手 孩子一岁多就离婚了 一岁多离婚了以后 这女孩子就去广东去打工 可能在广东打工他也不好过啊 返回来 三年以后回来两个月扶婚 复婚了一年 又离 现在是彻底就离完了 这就是这样 他没有工作 那这个孩子只能派人给他父亲 他父亲有工作啊 朱某的姑姑说 朱某平日生活拮据 不仅要养育一个八岁的儿子 老家还有父母需要赡养 他们爸是脑梗 他妈高学压 家里条件有间接据 有没有出过门的 讲话你们都听不懂 一口喝难话 到现在你相信吗 他爸的连微信都不会玩的 都不会出过门的 因为市场不整齐 所以这个企业效益不好 钥匙不活的 每个月到手就这样 最好的话就是两千多块钱 不好的话一千四一千五 所以他有固定的固定的时间 去送外卖 下午十点钟到晚上十二点钟 正好八个小时 他一关进三天 这个厂已经自动 所有工作全部打头了 没有了 他原来的工作没有了吧 朱某姑姑说 在朱某出事后 第二被告人电子商务公司 还很积极地配合商谈 赔偿事宜 因为后续的话 我们鼓励一下 不要把 要动起来一个人的事情 我讲的意思 要把 一个美团的一分子 来来来 大家就来处理 我讲的 想强调这个事情 我知道 我知道 因为这个事情 你们最爱知道 我们其实都没有 推位什么的 但就在原告人方提起诉讼后 第二被告人电子商务公司 竟第一时间 与朱某撇清了关系 他一直都讲 他会出律师 到最后 关键的时候 他都讲他的律师 只为他们打 不管我们的事 最后这律师 逼得我们自己花钱就行了 现在这个律师 正正的 被他们一层一层的卖 不光是我 我不光是为我的 执宰来申冤 我以前 等一讲 全国这么多千百万的 外卖起手小哥 如果除了是 跟我执宰同样的命运 他们可能 比我们更加辛苦 比我们过得更加 更加艰难 他是规定你一个单子 在几分钟之间赶到 所以是所有的外卖 都在赶时间 你可以去深层的 去问每个外卖小哥 他规定你接到单子 以后几分钟 你必须要送到手里面去 你送不到 宁远他规定你时间 他不允许你在路上 有什么红绿灯 他不考虑的 所以为什么 出这么多风险 担扰一下吗 没时间 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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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天滑的话 他就容易 不要 不要注意安全一点 嗯 行 压力大吗 现在 压力大 两份工 两份工啊 那注意安全哦 好 谢谢 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庭辩论 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发表辩论意见 第一 受害人罗伯 是在朱吉尔送外卖的过程中 发生交通事故后死亡的 而此时 朱吉尔正是在履行 被告策马奔同公司的配送服务工作 朱吉尔从事美团外卖起手岗位 该职责是来自以被告策马奔同公司 这个信息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工作内容为负责外卖送餐 双方完全符合劳动合同法里面规定的 劳动用工主体资格 策马奔同公司 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且支付提供的劳动 是策马奔同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 原告人 罗先生一方认为 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制规定 被告人电子商务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依法应当赔偿 原告人的各项经济损失 第二 2021年10月21日 被告策马奔同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为被告租家购买了雇主责任险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策马奔同公司 保险期限自2021年10月21日临时起 自2021年10月21日24时止 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之内 故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赤马奔同公司 是需要承担用功处底事格的责任 是本案事格的被告 应当向原告人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这个第二点 就是追加被告 新公司 还有这个 其三人属于在公司管理 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 同时朱某一方认为 对于原告人方提出的赔偿比例 朱某一方应当承担70%的责任 赤马奔同公司发表辩论意见 朱某一方 劳动关系的第三位是 冶炼有限公司 其作为骑手跟输成公司之间 是兼职类的承担合同关系 理由很简单 原则上是不允许劳动者 同时签两家以上的劳动单位的 毕竟对这个单位的工作完成造成影响 既是来宾法 冶炼有限公司的员工 又是其他单位的员工 因此我们奔同公司 不是适格的被告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我们公司 为了处理朱某的事情 花去了我们巨大的财力和物力 而且在处理这个事情过程中 我们也垫付了十一万五千年 也就是讲 我们前期垫付的 或者后期处理所产生的成本 我们并没有增加给朱家 建设一个额外的负担 我们从人道主义上的处理 这些情况的行为 我们认为 不应当以此来反推 我们策马奔同公司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其余两名被告人在辩论环节 均认为自己与该起事故并无关系 法案经过开庭审理 进行了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和原被告双方做最后陈述 全部活动已经记录在案 何一庭将根据已经查明了事实 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 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依法做出裁判 鉴于原被告双方当事人 都具有调解意愿 本案修庭结束之后 再组织双方进行停下调解 今天的开庭到此结束 修庭 为了尽快解决矛盾 让罗先生一家尽快拿到赔偿款 庭审结束后 法官在法庭内做起了调解工作 喂 你好 诶 曾晓鱼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刚开门停 现在这就调解工作 然后你们那边方案怎么样了 22万吧 22万 是这样子的 他们22万是他们给过的部分 他原来这边 被告这边给了11万 这11万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之前您报过方案的 我们这边期间的保账约定的话 我们最终是20万领袖 但是如果走通融的话 我们这边是之前给领导 那个合法院走通之后 领导是22万 那22万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是吗 对 那行 这个22万公司给了11万 你们给个部分 不能找哪个要回来 除非你们找出钱 那也没有钱 你们跟公司说一下了 现在我们不是 我们感觉到 我们把这个老人扶起来了 就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每个人 这个车子 自带的车子 都要投保 这样是保护你们 也是保护他 这个也不是由我们来审 就是说这个投保 也是由老公司来审 这个他的车辆是否适得 也不是由我们来审 以后就强制像你说 强制上保 你怎么不保 你怎么不保 要不这样子 一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这费用特别大 就是通过这个案子 在公司运当中还是有漏洞了 那说明公司还可以继续完善你们的运营 这个外卖起手 它是一个新鲜行业 我们再跟公司回报一下 因为这个数太大了 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范畴了 我们也想 就是说作为伤者 辞者家这边的这种情绪 我们确实也可以理解的 每家都有老人 因为我们在负责 这个来宾的这个美团 我们也要维护这个美团的这个生育 如果每一个美团的这种情绪 都不得解决的话 对我们公司来讲 也是受影响 就是现在 这些人群还是蛮大的 这些是新鲜产 对对 它确实是 都是会规范的 会规范 我们也希望把它规范 就是确实是 现在涉及到劳动和劳务 承揽和劳务之间 这种确实是有一点灰色交叉的地方 很难区分 就是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也会对市场做一个调查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也会处理的 由于三方在赔偿数额上分歧较大 最终调节未达成一致 现在基于互联网时代之下 我们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它发生变革之后 就会产生很多新的业态的一个从业者 这些就业者 他们在就业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些纠纷 也一直是这几年 这种纠纷的一种新兴的一种纠纷 我们怎么去处理 也是不断地在处理当中去探索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 所以我们也是主动走出去 走到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 行政部门去向他们请教和沟通 他们对于这个从业者 就是这类型的新业态的从业者 他们有什么监管机制 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的这种新业态的纠纷 他是怎么去处理的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和行政主管部门去沟通的一个问题 我们才更好的去增强法官的内心确认 然后更好的去再回到案件的本身 基于事实的基础 基于法律的规定 做出一个正确的评判 经法庭调查 最终核实 本案中的第二被告人 电子商务公司与输成公司签订服务合同 由电子商务公司通过输成公司的网络服务平台 选任自由职业者 后朱某与输成公司签署 自由职业者承拦协议 外面平台会通过 跟其他的这个关系 公司签订一个合作协议 或者是承拦协议 还有会通过平台 因为平台准入的条件 会要起手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 通过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退去他们用工的外衣 然后把这个关系 从就是劳务关系或者其他关系 慢慢的去推进到承拦关系 这样子的话 这个责任的话就再慢慢的去减少 2023年7月19日 来宾市兴滨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在本次事故中所起作用较大 应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 即承担80%的责任 被告人朱某应赔偿原告人经济损失 共计357533.90元 扣除被告人朱某已支付的 十一万五千八百三十点五零元 仍需支付原告人 二十四万一千七百零三点四零元 电子商务公司为朱某购买雇主责任险 并附加第三者责任险 投保单在明外卖骑手是朱某 雇被告人朱某系电子商务公司指定雇员 朱某在配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 符合附加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情形 因此被告人保险公司应赔偿原告人 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共计三十万四千三百一十一点零三元 原告人本案中依法所获得的赔偿 已由被告人保险公司在其保险限额范围内进行支付 雇被告人电子商务公司 秦某 于某 韦某 无需进行赔偿 最终法院判决 一 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保险公司 支付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 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经济损失 共计二十四万一千七百零三点四零元 二 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保险公司 退还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电子商务公司 六万两千六百零七点六三元 三 驳回刑事附带民事被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